当地时间13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防务展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 法国和欧洲进入了战时经济状态 从长期来看 欧洲人需要就此进行调整 他强调 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在现在的经济状态下 欧洲人不能再按照一年前的节奏和方式生活 在这种经济状态下 欧洲人要更快的进步 按照不同方式对生活节奏和压力进行思考 以便为欧洲军队和盟友更快的重组必要资源 在演讲中 马克龙表示 已经要求法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 对2019到2025国防规划法进行重新评估 以便应对现有的威胁 同时他呼吁 欧盟确立国防工业和创新策略 让欧洲防务实力更强 更加独立